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拍一张 猜猜今天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给你点提示 它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国家 但它的艺术却一点也不低 它就是风车之国荷兰 之所以今天的故事是以我开尔爽的自拍开始 其实是想引出这个四百多年前 同样爱自拍的艺术家伦伯朗 但其实在他那个时代 别说美颜相机了 就连黑白相机都没有 那伦伯朗是怎么做到自拍的呢 人家用给自己画的自画像的方式 来过过自拍影 而且这影还不小 一有时间 他就赶紧给自己画张自画像 光是我们能看见的就有九十多张 从年轻画到老 完整地记录下了他自己的一生 其实迫使伦伯朗画了这么多自画像的原因 也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自拍影太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伦伯朗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名肖像画画家 因此为了让更多的人认同 让更多的人也来找自己画画 买画 伦伯朗就得把这个肖像画 研究得特别彻底 这样就免不了要大量练习啊 那最好的模特是谁啊 可不就是他自己吗 自己才是最好的研究对象 同时自画像还能省去一大笔顾模特的钱 而且还能为自己打广告呢 于是在画了N多张自画像之后 伦伯朗也找到了自己的特有方式 那就是伦伯朗光 后来还申请了专利呢 从此啊 就不是所有的光都能叫伦伯朗光了 那伦伯朗光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光呢 就是从45度斜上方照下一束金色的光 把人照成了阴阳脸 阴的那边还不是完全漆黑 还得流出一个倒三角的小亮区 让人感觉很透气 这种感觉就是伦伯朗光了 你的脑中有画面了吗 如果还没有的话 没关系 记得看一下我为你准备的知识帖 卡拉爽已经为大家把小三角亮区给标注出来了 由于这个小亮区很像一个倒着的三角形 所以后来的人也就干脆叫它三角光 这个用光小妙招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还在用 你想一下是不是那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明星照也都有这样的一半脸亮一半脸暗 然后暗部的那边脸还有一个倒三角的小亮区啊 这就叫三角光 那么这个三角光或者说是伦伯朗光是伦伯朗发明出来的吗 嘿嘿 其实不是 你可以去对着镜子自己试一下 首先先把屋里的灯关掉 然后再打开手机里的手电筒 把手电筒举高 举向任意一侧都可以 这样光就斜照了下来 这时你再慢慢找一下角度 很快你就会发现 哇 我也能照出三角光 所以说伦伯朗是发现了这个三角光 而非发明 在这里卡拉爽想和你说 有时候艺术家可能并非是个发明家 而是一个发现者 他们不是每天闭门造车 拍脑门使劲的响 而是流行观察生活中的每一处细节 发现自然中本来就有的美 因此我们可以说 美一直都在 我们与艺术家相比 只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好 今天的旅途就到这儿 请收集好伦伯朗光这个艺术能量 期待我们下次的旅行 请收集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